Hey guys, welcome back, this is Cecilia,欢迎大家收听跟早便美国学口语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走遍美国中这家人在纽约的生活 通过他们的日常学习最地道的英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啊 当然包括很多欧洲国家也是 如果大家去过美国的话 如果大家去过这些个西方国家 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他们特别特别爱夸人,爱赞美人 那不仅限于人啊 很多时候对东西也是这样 就很少表现出负面的情绪 Actually,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要不令自己的赞美 You never know, a simple compliment may make one's day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十个表示赞美的词 大家可以凭自己的习惯去选择使用它们 进来听听今天的录音 Terrific 这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极好的,绝妙的,了不起的 If you describe something or someone as terrific You are very pleased with them or very impressed by them For example, what a terrific idea,多好的主要 第二个,awesome 表示极好的,很棒的 比方说,有人说了一个很棒的提议 你就可以回答awesome or wow, that's totally awesome 第三个,fabulous 它也表示极好的,绝妙的 比方说形容一场演出精彩绝伦 That is a fabulous performance 形容一个人厨艺堪称一绝 Jane is a fabulous cook 第四个,fantastic 相当于极好的,了不起的 You've got a job? Fantastic 你得到那份工作啦,太了不起啦 第五个,excellent 可以翻译成卓越的,杰出的 它可以做形容词来修饰名词使用 For example, the hotel provides excellent service 这家酒店提供非常棒的服务 它也可以单独使用 You can all come, excellent 你们都能来吗,太棒了 第六个,marvelous 表示美妙的,非凡的 It's the most marvelous piece of music 这是最美妙的一篇乐曲了 The weather was marvelous,天气棒极了 第七个,wonderful 它表示精彩的,绝妙的 For example,we had a wonderful time last night 我们昨晚过得非常的愉快 第八个,amazing 表示令人惊喜或者令人惊叹的 That's amazing, isn't it? 真是令人惊叹,对不对? 第九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词 Cool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棒,妙,对不对? 同样的,它也可以放在句子当中 You look cool in this outfit 它也可以单独的使用来表示你对某事的看法 For example,let's go to the movie together Cool,我们去看电影吧 好啊 第十个,和cool类似 这个词呢也是可以表示对某事的看法 或者对某个提议的回应的 就是great这个单词 For example,I'll pick you up at seven That'll be great 好了,今天的十个词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它们属于一类同一词 口语中呢都可以表示 很不错,非常好,非常棒,太棒了 都是感情强烈,表达正面的积极,非常好的意思 口语当中都可以互换使用 So guys, do you remember to use these kind of words more So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you as a positive and nice person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下一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跟着Richard Stewart一家人畅游美国 See you next time Ciao